竹梦演艺圈导演碰诉豆瓣操控评分被豆瓣反诉诽谤。 话说最近的娱乐圈可是和法律圈频频牵扯上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那乡有崔永元爆料范冰冰四天拿千万票房,还偷税漏税,最终成功引起江苏等地税务机关注意,开始介入依法开展调查核实,华裔兄弟股票也随之大跌。 而这箱电影竹梦演艺圈的导演毕至飞近热夜在微博上发敞文,请书国家电影局要求彻查豆瓣操控评分,而被豆瓣以诽谤污蔑提起了诉讼。 是的,各位小伙伴没看错,就是那不曾让无数观众闻风丧胆的全名为纯洁心灵。 竹梦演艺圈的电影 就是那未曾在微博上痛斥一个青年导演花十二年心血认认真真给中国拍电影,被豆瓣一天毁了。 那导演毕至飞 不行了影视平均的去冷静一会去,光是提到这部电影和导演影视平均耳旁就仿佛自动想起了竹梦,竹梦,竹梦。 竹梦演艺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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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魔性逼曲,EM。 是的,这部拍摇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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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其实挂车尾的神片。 而豆瓣中竹梦演艺圈的官方海报第一张也赫然是导演碧至飞满脸微笑受持玫瑰走钢索的模样。 不得不说,这幅海报看的影视平均真是心里一阵一阵发毛。 而对于豆瓣上神乎其神的超低评分,这位毕至飞导演早在电影供应的第一天,就通过电影官微发表了一篇激昂慷慨催人要吓的场文,来控诉豆瓣对竹梦演艺圈满满的恶意。 在该条微博中,毕至飞称自己的电影评分为二十明显是不可能的情况,因为很多观众在观影后真实地给我们打了四星五星的分数,一纸豆瓣有意控评,也因此使得竹梦演艺圈的后续拍片和票房收入遭遇了滑铁卢。 该条微博后三分之一部分还声力俱下地控诉豆瓣毁了这部,且后共历十一二年,投资高达两千五百多万元,得到了很多专家的高度评价的绝世佳作,声称将委托律师给豆瓣发送该条信函,勇敢捍卫一百多名社会各界股东的经济名语权利。 而对于这位导演的控诉豆瓣自然是没出来做任何回应,但看一看当时网友们的评论,想必大家也可以想象这位花费一二年心血,认认真真给中国拍电影的青年导演,是位怎么样的著名表脸艺术家了。 而致辞以后,这位必导就开始了全方位无死角的作妖,先是宣称要将竹梦演艺圈送到坎城街参加最佳外语片。 决逐没有入围,但是自己决不气馁,要在一二年之内获得金钟旅奖,当然最后仍不忘碰瓷可怜的豆瓣。 再然后又无理由倒铁恨彩,复仇者联盟3表示复联3在豆瓣上的评分为8.5是豆瓣自己砸自己的招牌,还在文末一由所指DKY豆瓣评分和那什么存在紧密关系。 复联剃豆瓣表示,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总之翻阅该位导演的微博,十条有九条瓣都不忘捎带上豆瓣,就连做个梦也不例外。 而近日,许是一直的不到豆瓣的回音,这位毕道又琢磨出了新的路子,他在微博上洋洋洒洒地写了两大片制国家电影剧的信。 在该封信中,毕至非将竹梦演艺圈在豆瓣上获得两分低分的情况形容为自己经历了电影业极为荒诞和令人细思极恐的事情, 还表示自己由于敢于向豆瓣提出公开质疑而遭遇了海量诽谤和猖獗的网络暴力。 而这种种所谓的网络暴力也是对于众多国家一级影视权威专家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大学共青团中央的严重诋毁。 毕至非在信件的最后要求国家电影局彻查,豆瓣黑社会势力表示如果自己的微小力量如果能推动中国电影行业杜绝这种不良风气,自己作为一名北大毕业生将生而无憾。 顶世平均真是想由钟蝶娜喊一声顶级碰瓷,救福毕岛。 而毕岛此番冲破天际的作死行为终于成功地吸引了豆瓣的注意。 上周五豆瓣在微博中发布诉讼书,宣布正式起诉导脸毕至非,称其严重侵犯豆瓣的名誉权等合法权益,要求毕至非向豆瓣赔礼道歉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而对于斗瓣此举,网友们纷纷拍手称快,表示毕岛这下纵算凉凉了吧。 而反观毕岛却丝毫没有一丝眼齐熄谷,表示自己相信法院的公正判断,还呼吁为官群众不要受了人多是重恶行累累的豆瓣操控的网络舆论的误导。 而对于自己给国家电影局发出的信被微博屏蔽,毕至非也全归咎于豆瓣这个邪恶势力,并表示自己会力争到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 的国产片导演对于豆瓣展开的这场矿日持久的碰瓷大战还远远没有演完。 那么各位小伙伴对于竹梦演艺圈导演毕志飞和豆瓣之间这场操控评分之争有什么想要分享的自己的想法吗?快来留言和影视平均一起讨论吧!